小字近距離看小字更長的時間 加上3C裡面是肯定有藍光 這四個傷害下去我們的近視只會更嚴重 而且應該是說如果近視率九成多已經是上線的話 那我們可以想像得到重度近視率會很快速攀升 所以姚教長不斷地呼籲 我們也是希望這個聲音被台灣甚至全世界的人都聽到 因為美國小孩子小學生現在已經沒有資本 全部是用平板 所以很多家長都害怕了 開始給他買防藍光眼鏡等等 但我們認為字要放大 字已經要放大 那個光線一定要選對 就像葉醫師拿的 那個白光裡面藍光這個傷眼無數 以前我們說鑿臂界光就沒有聽錯近視 鑿臂界光那一點點光線 那種一點點燭光沒有藍光的都看得見 那我們現在是什麼 用了十倍量 百倍量 那藍光是千倍多 那個氧化性壓力是一萬倍多 所以孩子的眼睛事實上就是在我們沒有注意的時候 就被留意到 但是台灣我們是第一個 實際上是全世界第一個發現 這個危機的 所以我很高興就是因為 姚校長我們蘇光女中還有葉醫師 我們這樣子的一個所謂的跨域的合作呢 就有重大的發現